毛主席和杨开慧唯一的合影 虽然模糊 虽然不像 但真的是他们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11月16日 拍摄地点是湖南长沙中南女校 照片中的这些人 都是新名学会的会员 照片前排U2的那个女子 就是杨开慧 杨开慧生于1901年 那年她18岁 正值青春韶华 虽然我们看不清她的脸部 但依稀可以变出她那清秀的面容 虽然她好像置气未脱 但她已经开始投身于革命 照片后排左四 那位身穿浅色衣服的人 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是1893年生人 那一年 她26岁 照片中的毛主席 也很模糊 看起来根本不像她 但她确实是毛主席 照片中的毛主席 背手而立 头部略向左倾 朦胧之中 有一股气宇宣昂之色透出 那时的毛主席和杨开慧还未结婚 但他们已经相爱了 他们离得那么远 估计大家都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1920年冬 毛主席和杨开慧结婚了 结婚那天 没有迎亲的队伍 没有锣鼓喧天 没有花轿 没有彩礼 有的只是大雪漫天飞舞 有的只是路上的车折和脚印 有的只是毛主席那开心的呼叫 有的只是杨开慧那 引领般的笑声 就这样 毛主席拉了一辆黄包车 把杨开慧取回了家 1930年10月24日 杨开慧被捕入狱 在湖南军阀和剑的受益下 反动派对她威逼利用 她不为所动 反动派对她言行拷打 她坚真不屈 反动派暗示 只要杨开慧签字 宣布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 就可以放她出去 杨开慧当场撕毁生的希望 从容赴死 毛主席和杨开慧 认识十几年 结婚十年 竟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这不得不说 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这张照片 虽然人多 虽然很模糊 虽然不像他俩 虽然毛主席和杨开慧距离很远 但毕竟是他们唯一留存于世的合影 民族珍贵 订阅我 一起聊聊